553 中立中心 03-422-8806 1月30号星期四 定光古佛圣诞 葬礼重日 清水祖式圣诞 上午十点半 慈悲基金会新竹分会 新春祈福财神法会 联络电话 新竹中心 03-545-6691 元启佛学会 03-545-6692 新竹中心 03-533-7368 1月31号星期五 上午九点半 苗栗红法禅院 新春祈福药师法会 供送药师金 点万灯 购万水 石供样 祭为卢饷宴 联络电话 037-991-513 037-336-026 敬邀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宽爱众生 永不停息 生命电视 接下来请收看 传习法师 红法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我们路过一个叫龙山寺古庙 哇那里面的这个抽签的 那个磨得亮亮红红的 我有时候也是开心开心 随手抽一支 我就问我这次来台湾怎么样 抽十八千 然后一看签条 就说有两句话就这样 生道得此签 所行皆大利 你看准不准 所以这个签 那为什么我还是抽一个签 也是随行的一些人 让了解一下 佛菩萨很灵的 你想什么都是知道的 我只是想一下 我这次来台湾怎么样 然后就抽一签出来 眼睛一睁一看 十八 你看 总共四句 结果上上前 十八上上前 意思就是说 来台湾很好 为什么很好 因为来做好事的嘛 对不对 所以一个人能做好事 不容易 多少诸佛菩萨的加持 善知识的培养 多少善缘的成就 为了能够做好事 多少善的因缘配合 请问我们今天法会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 聊聊天 谈谈心 我请问我们这个 这个地基主 地基主会不会互持 那我们这里的 地神 天神 树神 我们佛教的护法都会互持的 都会互持的 多少互持的 多少数个数不过来的 很多互持 反过来说 不是互持 这要来捣乱 你这也成功不了的 所以这个 一个好事 也是众缘合合 众善缘合合的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 这个人生的一切 虽然诸法无我 诸法之中无我 但是诸法善的因缘是 我们心存感恩 心存感恩 心存感恩里面 还是我 还要修我 无我就是解脱的状态 感恩就是好事的状态 你就是因缘 我们佛法叫因缘 因缘来自哪里 因缘你要安住在空性的智慧中 但是要有 有不舍慈悲的去 每个人都 我们在座每个人都有慈悲 善心 来成就一样一样的功德 但是同时又要从这里面解脱出来 诸法无我 这样之后 我们的这个信量 凡夫的这个就越来越大 凡夫的信量越来越大 里面脏头戏越来越轻 心越来越大 那你跟极乐世界就接轨了 跟极乐世界就接轨了 一个人的心如果跟佛相应了 那不得了 那这个就是肉身菩萨一样的 在这个世界 那今天 这个 我们 这个我们中国人都说 这个修行人 修行的人 道教里面修行人叫真人 不修行的人是假人 对不对 不是真的 凡夫 我这次才 又开了个屋 开了个屋 开个屋 什么屋呢 我们台湾话 是唐朝的话 古代的人很厉害 那既然 古人说了 修行的人 还是真人 那不修行的人 假人 假人 古人怎么说 所以古人才说 这个人 怎么念 我们台语怎么念 人怎么说 你听到没有 他就不是人 对不对 狼 不单单不是人 也不是鸡 也不是狗 是狼 是很凶的 人皮的狼 是不是 有没有觉悟出来 这是我这次开了屋了 老祖先讲得很清楚 狼 狼 不是绵羊 也不是狗 是狼 很凶的 我们凡夫 凶不凶 凶不凶 刚强 男话 所以普通的 一般的人都成为叫狼 不是人 就修行了 才叫真人 真人 你看 古人很厉害 狼 那这句话太厉害了 太 这个 这个 很 那 后来 后来我们 我们有一个 我们信徒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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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 又告诉我 另外一个秘密 他说 你知道我们台湾 叫美人 怎么说 你看 他就不说狼了 你看 对不对 他就绕开那个狼 美灵 对不对 对女孩子就比较客气了 对不对 对女孩子就比较不讲他狼了 就讲 灵 美灵 你看 这个语言很厉害的 古代 古人的语言很厉害的 那我们知道了 古人说 我们的皮 人皮 的狼 行尸 走肉 还算客气了 世界上不学佛 不修行 没有信仰的人 像不像 皮的 人皮的狼 真的就像 这个 我们所以 这个喜性革面 喜性革面 不仅仅要做 真的人 还要行菩萨道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人生 你真的决定要行菩萨道 那人生也是一辈子很快的 就是说 人要觉悟 觉悟就决定自己做好人了 什么叫觉悟 觉悟就是我要发誓做好人 人生虽然一场梦 我要做好梦 不做噩梦 对不对 不做噩梦 这是要刻骨铭心的 月圆天心 花之春 这个 所以 修行是一种决定 我这次来他们受戒了 点了戒吧 你们都有看到吧 我们生命体系有五位 现在成就菩萨戒比丘 菩萨戒比丘尼 那么头上都点了戒吧 为什么要点戒吧呢 决定修行 叫刻骨铭心 刻骨铭心 做好事 你要想起来 因为这个人很奇怪的 觉悟啊 好不容积累很多质量 很多苏生姻缘 这会让你觉悟一点 哦 觉悟一点 要把这个觉悟要记下来 然后呢 迷惑颠倒就很快就会降临 发喜的心是很难生起的 生起来又很快会消失掉 对不对 善心难生啊 善心难生 不善的心呢 念念相续 不好的心态念念相续 烦恼一直营绕着我们 好的心态很难生起 生了就很 一不小心就丢掉了 不好的念头 这个 甩都甩不掉 不好的念头 这就是我们凡夫的特点 所以好的念头要刻骨铭心 记住它 记住它 不要忘掉 不要忘掉 我念佛祖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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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你说跟阿弥陀佛为什么过不去 不是过不去 跟自己过不去 一不小心不好的念头就起来了 所以我师父讲金刚经就说 一和降伏其心 一和按住其心 我师父讲金刚经就说 以阿弥陀佛降伏其心 以阿弥陀佛按住其心 我听到师父讲这个话太妙了 我听到其他法师讲过课 书上看过 没有这样讲 就我师父讲 要把真空妙有完全融合在一起 本来金刚经是讲真空的 诸法信空的 一切法无相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到底它什么相 就是无量光 无量寿的相 对不对 所以我师父就把这两部经 弥陀经跟金刚经 一下子就合在一起 所以这就大彻大悟的人 有修有证的人就是这样 马上就让你收拥 云和降伏其心 云和安住其心 念佛降伏其心 念佛安住其心 所以这就提醒我们 修行的人要好好念佛 念佛如我们修行的依靠 不可没有 我是连藏才